大家好 我是胡亨 昨天的一条热搜搞得我心情复杂 电影杀人回忆罪犯原型终于被韩国警方找到 可是因为已经过了韩国法律的公诉期 罪犯将不会受到法律惩罚 看完这个新闻 我脑子里一直出现电影结尾 送坑后那个表情复杂的脸 仿佛在对镜头前的人说 坐在你身边跟你一起看电影的人 可能就是凶手 这起震惊韩国的案件发生在1986年到1991年之间 总共有10名女性遇害 第一个女性在1986年9月15日遇害 是一个71岁的老太太 回家途中被凶手勒死 下半身赤裸但没有强奸痕迹 手脚被X型捆绑内裤被带离现场 10月20日第二个女性遇害 同上一个老人死法一样 这个25岁的女性也是被凶手勒死 全身赤裸没有强奸迹象 手脚被X型捆绑胸口有四处刀伤 从颈部的伤痕判断是被两条丝袜一起勒死 其中一条丝袜一次被凶手带离现场 12月12日24岁的女主妇离奇失踪 131天后 尸体在距离自家50米的稻田里被人发现 此时尸体已经腐烂 死者的脸上被蒙上内裤 死因是被勒死 作案工具是死者的长孔丝袜 捆绑手法相同 并且死者的胸部部分被切下带离现场 从第三起案件开始 凶手的作案手法就开始有些变态了 两天之后的12月14日 第四个受害女性出现 21岁 当晚相亲完后失踪 一周后在稻田发现尸体 现场堆积了许多芝麻 死者双手被胸罩反绑 1987年1月10日 18岁的女学生成为第五个受害者 死因是被围巾累死 嘴巴被袜子栽住 有被强奸的痕迹 并且现场发现了部分经验物证 5月2日一个给丈夫送散的29岁家庭主妇遇害 被凶手用凶罩累死 死者胸部有部分缺失 在这之后凶手沉寂了一年多 一直到1988年9月7日杀害了一名 54岁的家庭主妇 凶手用凶罩将其累死 并且用刀破坏了死者的生殖器 在下体放入了被切成碎块的桃子 第八起凶杀案发生在9月16日 这也是唯一有幸存者的一次作案 幸存者是13岁的嫖性女子 她在晚上前往教会的途中 被歹徒从后面持刀威胁 强行脱到盗天天狗 双手被脱掉的衣服反绑 嘴巴被内裤塞住 头被套上紧身短裤 罪犯强奸得逞后 被害人趁着罪犯洗劫财物的空荡逃跑 两年后的11月15日 第九个受害人出现 这次是一个14岁的女学生 死时全身赤裸 双手双脚被X型捆绑 嘴巴被胸罩塞住 胸口有两处刀伤 死者的生殖器被罪犯用刀严重破坏 下体被插入圆珠笔 插子和汤匙 1991年第十起命案发生 死者是一名69岁的无业女子 被长筒袜勒死 X型捆绑 生殖器被罪犯破坏 下体内放入了两双长筒丝袜 犯罪到这里终于停止了 停止的原因是 这次凶手在1994年 因为奸杀了自己妻子的妹妹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这次韩国警方能侦破此案 也是因为一个月前 对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受害者物证进行检查 随着技术的进步 在物证中发现了第三者的DNA 抱着有可能的想法 调查了有钱科人的DNA 结果还真的发现了这位凶手 现在凶手已经50岁了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86年 也就是说他从17岁开始杀人 一直到25岁进了监狱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恶魔 还好我们国家对于这种犯罪零容忍 比如2016年抓获的 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罪犯 高成勇就被判处了死刑 这个恶魔和韩国的那位一样 从1988年到2002年 杀害了11名女性 今年1月执行了死刑 可以说大快人心 关于这种人 我们已经没法去推测 他的作案动机和犯罪心理 人性的恶是无法消除的 自从有生物的那一刻起 善和恶就同时被种下 我们不断接受教化 就是为了把恶消灭 而教化